您好 我是陈燕營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宣布 全球已根除使用寒天汽油 对于全球的环境还有卫生 有着重大里程碑作用 也象征取得洁净空气奋战的化石带胜利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今天宣布 全球已达到根除使用寒天汽油的目标 这个结果有里程碑的意义 使得每年有120多万人免于过早死亡 全球经济也因此每年节省2.4兆多美元 据悉 将近一个世纪前 首度有医生对寒天汽油有毒副作用提出警告 如今 总部在肯亚首都奈洛比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示 全球唯一仅存仍使用寒天汽油的国家 阿尔及利亚7月已经终结供应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长安德森说 禁决寒天汽油的执行成功 对于全球卫生和我们的环境是重大的里程碑 甚至直到20年前 还有100多个国家仍在使用寒天汽油 即使当时已经有研究显示 寒天汽油可能导致过早死亡 健康不良及土地和空气污染 早在1924年美国能源巨拨标准石油公司经营的一座炼油厂发生中毒事件 数十名工人出现精卵后送医 其中五人不治 便引发外界对寒天汽油的疑虑 然而直到1970年代 全球贩卖的汽油仍几乎全部寒天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2年开始推动禁决寒天汽油时 许多主要国家已经停止使用这类燃料 包括美国中国和印度 但在收入较低的国家使用情况仍普遍 直到20年后的今天 有恩一批终于可以宣布该项行动完美收官 中天中望真理报道